你说中国发展AI恐怖 而且美国就要完全封锁 是中国发展AI的概念 跟全世界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GDP总共 人均GDP只有1万2千多块美金 台湾有3万多块 台湾全面发展AI有道理 我们整个开始新工业革命 中国有那么多人失业 他搞这个自动化干什么 他干嘛 所以他没有必要要全面性的搞AI 只有一个东西要AI 就是军事要AI 所以他搞AI是为了军事目的 当然是为了军事目的 因为他的军事目的 他的飞弹跟他的无人机 跟他的所谓的这种先进制导能力 能够跟美国一决胜负 主要是这个目的 他是哪来打仗用的 就是演算能力要跟美国 可以有够一笔高下 你看俄乌战场就很清楚 乌克兰的人那么少 力量那么小 每一次的精准打击都能够打到 能够举重目标 这个给中共跟中国解放军多大的教训 所以他一定要全面发展AI 所以第二个你看到他这个 所以我要发展AI 因为我要有能力设计生产制造 而设计生产制造 唯一的就只剩下华为了 那我只能举全国之力来维护它了 我们要这样讲AI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演算 演算的方法 像GPTChair的OpenAI这个东西 他们做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计算能力 就是所谓的这种华为 就是NVD 他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 硬体的 就软体硬体数据 Data三个东西 组合起来叫AI 好不好 那现在目前来讲 在这个里面都要有一个东西 叫人才 你知道吗 过去三十年 中国因为美国的关系 它的所有技术都来自于美国 对 这个不要吹牛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 在美国的AI实验室里面 有一半人都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到处都在搞这个东西 你说美国的实验室 AI实验室 有一半是中国人 都是中国人 所以到现在为止 现在中国人大量回国 而且现在美国 所以说他把美国的大学 有关这敏感的部分 不收中国学生 对 就从晶片法案开始 他整个都封杀掉了 但是这些中国人 还是世界最优秀的 他已经学到了 也回去了 这个数值非常高 数量非常大 他通通回到中国了 现在你美国不要 我就回中国 回中国发展AI 所以他目前发展AI 像这种 像华为这种 一点都不要担心 他的技术来源 那来源就是美国来的 所以你 好 那怎么 他能封杀什么东西 封杀就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硬体可以被封杀掉 硬体是台湾做的 封杀台积电 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 为什么雷蒙多 一天到晚在想台积电 想NVIDIA NVIDIA整个全面封杀 所以这个NVIDIA 跟他的中芯半导体的差距 GPT差得很远很远 所以华为只是一个 AI server的公司 但真正他的芯片哪里来的 中芯 还是中芯嘛 那中芯现在听说可以做7奈米嘛 它可以有什么麒麟晶片一大堆 那都是说说而已啦 还有我们另外讲到什么 因为我们讲到有三个要件嘛 三个要件 其中有一个要件叫做Data嘛 Data叫什么东西 中文叫做参数嘛 那中国的参数 现在我们最有名的次数GPTChad 现在已经发展到3.0 现在已经到4.0了 再来提出发展到5.0了嘛 因为你要人机能够对话的话 它的技术才能够 才能够 每一个角落 带动全面性的AI的应用 对不对 好 那中国有个大问题 中国是新闻不自由 所有资讯都筛选过的 对 它所有的进入谷歌的 或是进入百度的 通通都是被小粉红筛选过 中宣部把你筛选过嘛 所以它进去的语言跟出来的语言 通通是小粉红啊 那怎么会进步呢 所以它是扭曲的语言 它的大型语言平台也有啊 可是它的语言是扭曲的语言 它的Data是错的 它并不是像我们台湾或是美国用的 叫做先进的自由民主而产生的 一个产生的参数 它那个叫做常数 那我们现在自由世界用的叫参数 那参数就能够生成所有语言的 跟画面啊 跟等等的科技的进步 可是因为你这个中共的体制不自由嘛 所以你能发展出硬体没有错 你有很好的工程师没有错 可是它在思想上 在语言上被控制了嘛 所以变成扭曲的参数 生成不了进步的这种语言嘛 所以这变成它有先天性的结构问题 那你现在就算有AI工程师 你还做得出来吗 它做得出来啊 可是我刚刚讲的 它丢进去的参数 这全世界最大 它的有一项全世界第一名 大数据 人脸辨识系统 它的目前领先全球的是人脸辨识系统 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data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那么多的人脸的这种资料 只有它做得到 它没有人权问题啊 它在每天它监视器里面跟你拍了照 就把你丢到它的大数据里面去了嘛 那这个人脸辨识系统 所以它的辨识能力 可能是全球第一名 华为现在第一名 没有错 但是在其他的应用 跟其他的相关的AI条件 工程师全世界第一 我没有确定了 那我五年后呢 三年后呢 就落后了 就马上 因为它没有进步啊 因为这美国这些大型实验室 我刚刚讲的GPT切的已经要快 不是 它进去了 马上做了 这种大型语言平常做到5.0要快出来了 那它还在 使用在2.0的东西啊 所以它没有办法 就以这个晶片法案 把它卡死了 让整个国家没有办法进步 而这个国家只有军事才需要AI 其他的产业 它不需要AI 因为太多失业人口了嘛 它养活这些人 它要做到1万块 2万块 3万块 人均GDP的话 不要用AI 不能用AI 用AI反而导致人口失业率反而会成长 所以它只有军事才要用AI 这件事情啊 今天就查了35样的食材 竟然都没有米少 就在按照郁峰刚刚讲 原来我们在第一时间你该查扣的 你全部都错失了 要讲完讲了嘛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 当天就是现场稽查 然后呢 他说3月24号去的时候 已经没有食鱼了 换言之讲 当台北市卫生局的官员去稽查的时候 现场已经被清理干净了嘛 已经没有 怎么可能餐厅没有食鱼呢 一定有的嘛 所以就会变成说 是谁通知这个餐厅 把这个食鱼 把这些东西要清理干净 所以有人通风暴行 一定是有人通风暴行 不然餐厅怎么可能会没有存货 对 会存货的材料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那这个动作是谁通知的 所以当时的台北市政府的动作 有不正确的地方嘛 对 第一个他是 我看到他的讲法 就是卫生局官员去了嘛 对 卫生局官员去的时候 他是接到什么通知 在新北市通知对不对 通知他什么事情 有人身亡了 有人身亡嘛 身亡变成什么案件 变成一个 变成治安事件了嘛 已经不是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啊 这有人 就变成有人伤 就是变成 不管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不明 对 但也有可能 我们可以这样讲 以这个 以刑法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伤害致死嘛 伤害致死 有人死亡 这个是重大治安事件 结果 你当时就应该要会同管区 或者分局刑事组 侦察队同步去做调查 有都没有 对 因为你卫生局只能做行政处理啊 只要开罚单啊 不是 而且腰子板 你至少把冰箱打开 你把东西清一清吧 他讲了已经清干净了嘛 所有的犯罪嫌疑人 已经把所有的这个现场清理干净 所以找没有死亡 他不是讲了吗 无东西 无物可扣 他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那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嘛 要是今天看到有死亡案件的话 就应该会从侦察队一起同步调查 对不对 同步调查要干什么 压人啊 当场 你把我现场清理完了 你破坏现场了嘛 破坏现场你就有串供之鱼啊 那时候我先压起来 先带回去先问口供嘛 是谁叫你把你东西清掉了 他可以这样干吗 人死了不这样干吗 要不然怎么干 他跑去开罚单 对 卫生局去开罚单干什么 我要查扣证物嘛 所以你说台北市太轻乎了 根本就是卫生局 他只有做行政机查 而不是在做刑事办案 这两个都不一样的事情嘛 我现在讲的是 这个是一个刑事案件 你的态度什么态度 然后这个是一般的行政案件 什么态度 他现在搞的就是一个 行政机查的一个流程 然后蒋安市场就告诉我们说 我没办法 我二次要去了 没东西了 那好 那现在变什么结果 没有东西证明 是他干的 那真的会像郁峰讲的 你现在找了一个王牌大律师 这件案子 你该不会最后他的老板 他的组织 他的店长全跑掉了 不用王牌律师了 我当律师 我下指导期就够了 无死加水准就够了 还王牌律师干什么 你要证明是我干的嘛 要跑得掉吗 人死了 凶刀不见了嘛 可是他们都在你的餐厅用餐 身上都有这个米酵菌酸 还不够吗 那怎么证明是我餐厅给的啊 你要证明我餐厅给他 给他做餐厅 你到过我餐厅 那你也到过台北车站啊 台北车站给你 去过公园可不可以 你去过这个地点不等于你有取 你有in-tech 有实用这个物品了 这两件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只有间接证据证明说 他有米酵菌酸 但是现在目前查不出来 对 查不出来的问题是错误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回过头去检讨 我上一次上个礼拜在这个节目 就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或是我们的卫生局 第一线的官员 在做检查时候的处理的时候的办法 就是有过于消极嘛 你第一时间发觉这个肮脏 或是你有没有做 你是通报才去检查 在这个餐厅已经有好几家了嘛 你过去检查过没有 没有吗 我不知道 他没有出来检查过啊 他有检查 但没有什么结果 没有东西嘛 所以都虚应故事嘛 现在我们反而很简单 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目前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餐厅的老板 提供了米酵菌酸相关的物质 给病人而导致消费者致死 是不是这样讲 人们证明嘛 不能嘛 你证明给我看啊 刘宝贤证明给我看啊 证明你而言证明 你身上都有米酵菌酸 你就到我店里面吃过东西了 吃过东西就要 那我在隔壁也吃过怎么办 这个刑事犯罪没有那么单纯 就是很简单 就是证物嘛 毒物嘛 我现在是因为食物中毒死亡嘛 那这个毒物本身 是来自于我餐厅提供的嘛 这那么简单一件事情 你证明给我看嘛 对 你没有办法证明 我当然 我聊了 他压你 他压你收压 他不敢收压 他可以压 对吼 今天我是检察官 把他压起来 他敢不敢压 第二个事情很简单 他有尸检对不对 他解破了嘛 尸检里面有没有 胃里面有残留物嘛 有残留物 残留物是不是 是不是归丫条嘛 是不是嘛 如果是归丫条 是这个食物 然后这个食物能够证明 来自于你这个店里面的话 这个也直接证据 这个也可以承害呢 所以因为有一个是在他的胃容 等于说 里面的胃里面找到就可能 对 胃里面找到 没有 他现在从他胃里面找到米酵菌酸 对 他没有说 归丫条 没有说在胃里面找到 保龄提供的食品 这要直接证据嘛 就要为里面找到残留物证明是保龄提供的食品 好 那这个老板就收牙 很简单嘛 到今天没有啊 今天那么 你看到我们 我们那个 我们的次长 晚上还在唱歌跳舞 他在唱歌跳舞 他是合唱团的 他不是说他认识在办这个案子吗 他每天开竞争会 他开机的会是给你看到一个保龄嘛 给你表演的嘛 晚上他从另外的表演 晚上他跑去看什么 你看到没有 他唱歌啊 他是乐团的乐手啊 他还有另外第二专场 他这个第二专场比第一专场 有点违和感嘛 你有没有 拜托一下 你蔡英文的官员 当次长 你要下台 你有个样子 在那边唱歌跳舞 高兴得不得了 那人家家里面 狼刀的西狼 你知道吗 柯文哲本来很生气 你们刚刚都针对我 又不是我做错了 你有本事的话 叫讲完去解约看看 就让人家讲 我根本不是问你啊 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柯文哲那么紧张 为什么今天当什么 所谓的议事议员 被收押以后 他马上要跳出来忍八年了 你越看那个 20106年的那个合约 太离谱了 不 柯文哲这个案子本身 已经荒腔走板了 你看他整个人乱掉了嘛 他每天骂狡刀干什么 你一个前任市长 他一个现任市长 你骂讲完 讲完比较好骂嘛 然后第二个 他连副市长 那个李四川出来讲两句话 他把李四川也讲 你凭什么资格讲话 这个只是个嚣张 而且没有礼貌 粗辱无闻到极点 就是简单粗暴 这个事情耍嘴皮没有用 刘宝洁我告诉你 这个检察官在办 在办了 检察官不会跟你吵架 检察官慢慢看 慢慢弄 弄的时间到了 柯文哲知道 船票快要来了 你刚刚讲很清楚嘛 他2200他400嘛 为什么别六都其他是400 700 你台北是2200嘛 那这个多的钱去哪里了嘛 为什么这个陈崇文银行里面 多了2500万 那2500万里面是陈崇文嘛 那我请问你呢 那其他的官员有没有拿呢 这是贪污舞弊案嘛 贪污案本身这个案子 可一定办得出来 而且办出来理由很简单 就是他有钱在已经被逮到了 那陈崇文一定会把他咬出来 一定会咬嘛 100% 而且他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变网红了嘛 刚刚雨萱不是定义过了吗 他有什么政治权利 他有什么身份 没有了嘛 他跟我一样嘛 我还不是网红 我只是一个媒体人 他在卖 我还没有卖衣服嘛 我还没有给小草割小草 他卖衣服 卖绿挂包 卖这个扩大机 他什么都卖 所以他是一个带货的网红嘛 我是检察官 就把他传来了嘛 传来当场就把他改被告嘛 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这个事情跑不掉 不得理解是 柯文哲到底发生什么事 柯文哲现在努力在卖东西了 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不读书你知道吗 他没有实力 他真的草包以后 因为有人把他整理哦 他有卖T恤 有卖Polo衫 有卖精神商 有卖袜子 有卖外套 有卖帽子 也还卖浴巾 还有卖手表 还有绿挂咖啡 他只有一个没有卖 他只有没有卖裤子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卖裤子 但是我想 我认为柯文哲现在已经 现在心慌意乱 手足无措嘛 他不知道怎么办嘛 他真正内心的恐惧是什么东西 他知道嘛 因为台志光的船票快要来了嘛 有什么严重吗 不是 台志光的船票不严重 但是他要选2028要扮演赖清德的敌人 这个事情 要他的命 赖清德不会去要他的命嘛 赖清德旁边的一些的 一些的战将 一定会来吹他最后 小草搁一搁 然后袜子卖一卖 最快乐的一个结束嘛 然后最后一票 到最后一票 他有什么搞头 我问你嘛 他卖完这个以后 我们现在问 我们以前有一个人最喜欢问的 就是欧巴马最喜欢问一句话 What's next 下面一个是什么 那我问你 柯文哲卖完这个东西以后 后面还要再卖什么 卖裤子 还要卖裤子 不要卖裤子啦 要到台北看守所去穿内裤啦 没搞头了嘛 他没有东西可以卖了嘛 因为他是空洞的 这个人很 台大医学院教授 但是肚子里面是草包 他空的 他没有论述 给他智商157 157 157要去用 就像NVIDIA的B200 你要去放data在里面 要用就有学问 柯文哲有157 没有错 但是他没有知识的介入 没有智慧的加持 到这心慌意乱 现在开始烦恼了嘛 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烦恼的柯文哲 心里面不亲近 都很亲近的话 他就不会卖东西啦 他就开始跟大家演讲 跟大家布道 跟大家宣传他的理念 在宣传他民众党的伟大理想 民众党对台湾人的责任 应该是不是讲这个啊 对 怎么跑去卖袜子 卖袜子不行吗 比不薄啦 不是以前阿扁也有扁帽工厂啊 小一也有三只小猪啊 那个是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来搞小物热闹 那你认为阿扁 只靠扁帽工厂赢得选举吗 当然不是 所以阿扁有论述嘛 阿扁有理论 阿扁有路线嘛 那你认为这个三只小猪是空 有三只小猪不要忘记 伦敦政经医学院的博士 PhD 他是个草包 人家在人文 他人文科学方面 非常脆弱 他的人文部分 只有粗辱 只有无文 是他的特征